大家好,這個星期歐聯16強首回合開打 Patreon那邊將會有重要賽事獨家預測 這條片尾彩蛋也會預測國際米蘭對利物浦 首先我們講回這場英超,搬尼對利物浦 我們就會知道未來週中,利物浦就要打歐聯對國際米蘭 但是今天的英超,我們都看到高普出了三叉擊打正選 我們會立即在想,為什麼高普不輪換呢? 還是高普故意這樣做呢? 歐聯那邊是不是出祖達和新加盟球員迪亞斯呢? 這個是值得期待的 不過今天的英超,大家都會看到利物浦是踢得亂 為什麼呢? 當中是有一個被動的原因,以及一個主動的原因 即是利物浦踢得亂,某程度上因為對方的戰術,此乃被動原因 但同一時間,因為自己有的戰術有問題,也此乃是主動原因 我們先講被動原因,即是搬尼的戰術 搬尼終於都改變打法了 其實有件事我已經講過幾年了 我相信大家有聽開的都會聽過 就是搬尼的防守方法,很多時候都不會頂住對方的背部 即是很少做一下壓迫 即是無論是高位、中位還是低位,都很少給壓力對手 所以每一次對著搬尼,對手都可以輕鬆控球在腳 對手的前鋒也可以輕鬆地做到支點 然後你就會看到,對手就越來越懂得怎樣對付搬尼 搞到搬尼的成績就越來越差了 搬尼從來不易這一個歌,也是越來越少需要唱了 去到上一季,我已經說了 如果搬尼再這樣打的話,不改變的話 繼續不給壓力對手,去到2022年的英超 結果搬尼就很大機會要降班了 正所謂不進則退,你不改變的話,時代會淘汰你 接著就真是去到今季,21至22年 即是我上季所預測的今季發生的事情發生 這就是搬尼上半季沒有改變過打法 搞到他們現在入了降班漩渦當中 開始見到有魷魚香,真的有降班的危機 搬尼來到今天終於才肯改變 終於做多了壓迫 接著你就會立即見到 其實搬尼只要肯壓迫一下,都不錯 就算今天是對著擴壓力一向都好的強隊利物浦 搬尼都可以破壞利物浦的控球節奏 以及換取不少快攻以及反擊機會 而且還很有針對性地打很多高波 進入利物浦深度不足的後防線後面 結果除了令利物浦很亂之外 你還會發現搬尼真的比以前好過很多 原來搬尼都可以打得這麼有侵略性 所以應該一早要這樣打 如果今季一開始就這樣打的話 那就真的很大機會不用降班 但現在就不知道會不會遲了 雖然這樣打的話一定會浪費多了體能 但其實又不需要做很多高壓迫 好像修咸燈那樣 前面虛張聲勢壓迫 你是做多些中位低位壓迫 又不會說很花體能 但其實級數馬上就好了 剛剛我就說了利物浦踢得很亂的被動原因 所以高普今天的第一個調動 都立即是要換中場中來抵抗 就是搬尼的中位壓迫 不過當然你會說了 利物浦始終都是有級數的 即使對著搬尼的中低位壓迫 利物浦照計都應該可以控制比賽節奏 控制大局的 但為何利物浦今天那些短傳連結就不太穩定 有些亂 而導致利物浦長時間不能夠拆平球來玩 所以現在我們就開始說到利物浦踢得亂的主動原因 雖然這個主動原因就沒有被動原因的影響力那麼大 但也必須要說一下 就是利物浦本身有個戰術上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其實最近就是沒有怎樣再出現過 但今天突然之間出來 要解釋為什麼呢 就是要大家首先回想起我大概 一至兩個月之前所說的一個關於高普和文尼所定下的君子協定 今天所發生的事就更加大機會證實到我當時所估計的君子協定是有機會存在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君子協定呢 不知道AI人工智能又記不記得呢 之前我還沒叫大家留意一個網站叫365tips.com 看看他們的best tips AI人工智能預測能力和我用人腦預測的比拼 經過了我大概一個月來的觀察 發現人工智能的準確程度都可以去到八成 而且7天之內他們是可以預測40-60場賽事 我們用人腦去預測就始終沒有那麼厲害的效率 所以我們都開始要接受 就是已經進入了人工智能的年代 這個best tips就是用大數據結合電腦AI自我學習 多方面深入分析雙方的網跡 數據變化、戰術運用、基本實力 最新情報各樣的不同因素全部整合 再計算出就是預測的結果 現在他們還在做優惠 訂閱best tips頭7天只需要20元美金 記得要click進去info box那條link 把握優惠的機會 說回季初的時候 文尼經常都在中路出現 沒有拉左邊 經常都因為不夠技術 和視野搞到失控球權 被對方打致命反擊 高普終於忍不住了 要求文尼要少在中路出現去減少失誤 多點拉左邊 找一條邊線去保護著文尼的背部 讓他不需要兼顧360度的中路踢法 在邊線頂著背部 就變成你只需要兼顧前面180度 這樣就掩蓋文尼的視野不足問題 但我猜文尼最初聽到這個建議就不肯制 因為文尼說既然我穿10號球衣 應該要多點時候在中路出現做下主角 甚至乎多點射門的入球機會 結果高普要想兩全其微的辦法 一來要迎合文尼 二來要解決中路失誤的問題 結果想到了 就是向文尼提議君子協定 就是說都會繼續讓文尼在中路出現 但是會叫祖達和文尼多點掉位 祖達有時會幫文尼拉左邊 不過有權利也有義務 文尼你看到隊友讓中路位出來讓你進去打中鋒位的時候 那你呢 反過來你也應該是要 有時讓位出來讓隊友祖達打回正前鋒中間位 當你讓位的時候 就麻煩你要乖乖地拉回左邊 如果你能夠乖乖地拉回左邊的話 那我又會繼續讓你和他繼續調位 有時你就可以打回中間了 那好不好啊 這樣 文尼聽完之後覺得都OK 答應了 就開始行君子協定 這樣就創造了利物相亦齊飛 不停破密集的盛勢 而這個文尼拉左邊之後 羅拔臣也馬上多了Halb Space 這個空間插入禁區底線地波傳中 產生羅拔臣的助攻 不過啦 當日第一天我看到這個君子協定的時候 我都馬上跟大家說回 這個君子協定要成行 要玩得成 是一定要包括祖達在這裡才行得通 也就是說一定要有祖達和文尼一起打個正選 這樣他們兩個才會玩到調位 這個君子協定才有的有效的 但是如果遲些換回發明爐 打回正前鋒位置 正選 和文尼打左邊的話 發明爐就不會和文尼調位 除了因為發明爐沒有參與任何君子協定之外 還因為發明爐就不像祖達那麼多變法 發明爐根本就不適合打左邊 所以就不能調位 變了君子協定就變了沒有效了 不存在了 去到比賽的時候 文尼看到沒有調位 沒有人有義務和他拉左邊 他就會覺得自己也一樣沒有義務要拉左邊 這個就是我當時的觀察和預測未來 不幸這個預測都是中的 如果真的文尼和發明爐打正選 文尼就真的不再拉左邊 君子協定就無效了 然後你馬上就會見到 羅伯神今天插入去Halb Spay的機會 就少了很多很多 就算文尼今天是沒有什麼中路的失誤 但是都令到利物浦接近沒有破密集的組織做到出來 可能你會問 會不會因為文尼剛剛非洲國家盃回來 體能不好 所以今天才好像上一場的沙拿 少一點拉左邊 保持體能 或者準備打這個就是歐聯 我就會覺得機會就不是很大 因為你會見到今天文尼的跑動 其實都是似乎接近沒有皮態的感覺 他都依然很肯去跑 依然有很強勁的變速能力 而且高普經意跟他講到明 就是今天只會被他打大概一個小時 所以文尼其實可以在這個鐘裡 盡量去表現 盡量去用體能去拼搏 不用流力 既然你都肯花體能 那為什麼你不去做一向做開 而一定會成功的行為呢 變了你就會發現 他既然都可以跑 肯跑 肯花體能都不做 那就是說他真的很大機會 是因為沒有人跟他玩軍子協定 就不再拉左邊 然後你就會發現 少了左邊的進攻 怎麼拉邊呢 利物浦後場猜球的時候 向前的組織路線就少了選擇 向前的組織就難了 那就容易被搬離用壓迫 去破壞了控球載的穩定性 那最後你可能都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 今天利物浦的角球入球 就是因為文尼插入底線駁回來的角球 文尼不拉邊一樣都插到底線駁回來的角球 那為什麼還要拉邊呢 那我的答案就很簡單 大家留意清楚 那次文尼由中路插入去的跑動路線是怎樣跑的 就是向著角球旗 波歐這樣跑進去的 所以文尼這次根本 是沒有插入禁區底線的 他是波歐跑回禁區外邊 其實是插入禁區外邊的底線 這樣就增加了全中的距離和難度 減低了入球的機會 甚至乎很難產生必入球的機會 因為由中路起步再插入兩邊底線一定會向著角球旗 波歐這樣跑 所以這些突破就很難直接產生入球 通常都是駁到角球 就像今天利物浦這樣 不過幸好撞到搬離防守角球 用區域聯放 這樣才可以沒有人抹禮物浦的球員去頂頭錘入網 那麼利物浦都是只可以靠這個角球去贏的 所以就解釋了為什麼真的進攻要拉邊 再45度角切進去 因為你首先拉邊 你再跑下去底線 一定是向著龍門那邊跑的 一定是不會向著角球旗跑 不會波歐 不會波歐 那你那個全中波是向著龍門 所以那個地球全中的距離就短了 你那個難度也都低了 那就增加了必入球的機會 而且也增加了你入到禁區底線的機會 而且要留意 進攻點在中路插入去 跟左後衛後上插入 是不同的 進攻點一定是在中路向前跑 所以都是會向著角球旗波歐這樣跑 但是左後衛 都是在靠近拉邊的位置後上插入 所以他就是可以向龍門那邊跑 就很少機會波歐 以上的所有東西就是解釋了 為什麼我經常都要建議 就是需要面對密集的比賽品種當中 未猜過半場的時候要拉邊 以及面對密集的時候一樣要拉邊的重要性 除非對方真的做全場壓迫 前中後三線拉開了 你可以打快攻或者反擊 你這個進攻點才可以隨意自由浮動 不需要再理會拉不拉邊 有需要的時候你可以拉 但如果沒有需要拉邊 最好不要拉邊 這樣你的快攻或者反擊 才可以直接插入心臟地帶 好啦,記得要多點Like 多點Like的話,我的影片才會被推送 多謝先 Patreon的片尾彩蛋當然就是預測 國際米蘭對利物浦的歐聯16強首回合 記得就是要去Patreon支持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 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拜拜!